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仍不回答 以致彼拉多觉得稀奇 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 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 比拉多说 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 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 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他们又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 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将耶稣鞭倒了 就交给人定十字架 他们给他穿上纸袍 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 又拿一根尾子打他的头 唾唾沫在他脸上 屈膝拜他 有一个鼓励那人西门 就是亚历山大和鲁福的父亲 从乡下来 经过那地方 他们就勉强他同去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拿墨要调和的酒给耶稣 他却不受 定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处的时候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定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可以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以色列的王基督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叫我们看见了 就信了 那和他同定的人 也是讥笑他 生出的时候 耶稣大喊 大声喊就说 以罗伊 以罗伊 拉玛 拉玛 撒巴格大尼 翻出来就是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有一个人跑去 把海荣蘸满了醋绑在尾子上送给他喝 说且等着 看以利亚来不来 把他取下 也结束大色喊 channel 置 attained起诉录了 殿里的曼子 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原列的曼子 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由因works正在奈段 Value人为这些 踊地 实际上 위堡齿子 Sah兵的当事 恩 ekspилось 感谢主 请同事 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再次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为我们的罪而受苦而受死 今天当我们一起纪念 你为我们受难的时候 求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 更深的贴近你受难的心 让我们学习从你受难的实价之路当中 学习与主同受苦难 学习一生为主而活 学习经历到实价虽然是受苦 却是荣耀之路 求你将你的话语赏赐在我们的当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 举办今年度 我们新竹中会南桃园地区 基督受难纪念圣餐礼拜 我们要一起透过礼拜 来与主同桌 同时也要一起去体会到 当耶稣面对十字架道路的时候 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 是发生在耶稣和他的门徒 吃完最后晚餐之后 隔天受难日就是今天整天所发生的事情 马可福音书的作者他用一张的篇幅 把他用重点式的方式记录下来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一起用马可福音书第十五章 我们看一到三十九节 大概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 我们要一起来认识 这条充满荣耀的十架之路 同时我们也要好好跟着耶稣一起 来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第一点 到底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呢 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把这一段的圣经给了一个抬头 叫做十架之路 就是仰望上帝公义之路 这一段圣经一开始一到五节描述 受难日的一大清早 就是今天的一大清早 祭司长和一群宗教领袖 他们以迅雷不及言耳的速度 把耶稣压起来 然后带到总督比拉多的面前 然后不断不断地控告耶稣 但是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发现耶稣始终都没有针对 这些控告他 指控他的话 做出任何的答辩 耶稣的反应 甚至让比拉多感觉到非常的诧异 因为以耶稣之尊 以耶稣之前 在整个加利利地区所行种种的表现 耶稣能够医病赶鬼 耶稣能够行种种的神迹歧视 甚至耶稣讲的道 也是格外的有能力 但是死时此刻 为什么耶稣就像一只沉默的羔羊 在一群不公不义的筷子手面前 他竟然连一句话都不说 难道耶稣他不能 叫火从天降下来 把这些诬告他们 他的人给烧死吗 难道耶稣他不能为自己 做任何的答辩吗 还是因为耶稣害怕 耶稣太过难过 而不想做任何的答辩 其实认真想想 祭司长和宗教领袖他们的目的 难道他们只是真的想根据耶稣的罪行 来控告耶稣而已吗 他们真正的目的 其实恨不得赶快把耶稣 让耶稣消失在这个地面上 这个世界上 以免耶稣的声望不断的升高 来威胁来影响到他们宗教上面的利益跟地位 所以这些控告其实只是借口 今天这个借口不成立 明天他们还是会找出更多的借口 来不断的控告耶稣 而彼拉多呢 彼拉多难道他真的会替耶稣申冤吗 彼拉多的目的 其实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官位 他不希望事情闹大 闹到罗马中央法庭 搞到最后把自己的饭碗给弄丢了 所以不管耶稣当下做再多的答辩 其实也是无济于事 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遇到 类似的情况 当我们受到不明之冤的时候 当我们受到不明之冤的时候 其实我们再怎么答辩都没有用 你有没有被一群人围剿来控告你 有没有经过这样的情况 当我们受到不明之冤的时候 再怎么答辩也是没有用 甚至我们的答辩还可能 相当有可能会允许更大的纷争和误解 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 心疏下人知道 说给上帝知道 这个就是耶稣的做法 他什么都没说 只说给上帝知道而已 耶稣的无声回应 让我们看到十架之路的第一站 就是当我们遇到无法辩解的事情 或者是人家对我们恶意逼迫之时 我们就把这一些苦交托给上帝吧 耶稣并没有呼叫天兵天将 从天下来执行天国的公权力 耶稣他只是安静等候在上帝的面前 当他安静将这一切交在上帝手中的时候 当他安静等候上帝的时候 他的心不仅知道 上帝的公义必然会实现 他的心更知道 天父上帝对他 其实有更重要更伟大的心意 就是上帝拯救的计划 必须要通过耶稣的受苦来完成 弟兄姐妹 你知道很多时候你在受苦的时候 是上帝伟大拯救的计划 要通过你的受苦来完成吗 十架之路的第一站 好不好让我们学习耶稣 我们成为一个沉默的羔羊 沉默的羔羊绝对不是胆怯跟懦弱 而是在痛苦当中 深深的仰望上帝公义必然实现 同时也在安静 在寻求的过程当中 再次看见上帝他更大的心意 要透过我们的受苦 把他的心意写明出来 第二段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十五节 我把这一段经文定了一个主题 叫做十架之路 第六节到第十五节 就是坚持走在公义正直之路 当耶稣用沉默来面对祭司长跟宗教领袖的指控时 我们知道一个铜板敲不强 他一直恐高耶稣 耶稣都没要讲啊 都没要引啊 都不说话 于是他们转而去煽动群众 他们怂恿群众 去向比拉多要求释放这一番巴拉巴 同时也要求比拉多把耶稣定十字架 为什么 刚刚过完的礼拜天是中述主日 不到几天的时间 原本夹道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群众 竟然突然间会翻脸像翻书一样 一起喊着要把耶稣定十字架 我们知道在街头运动的时候啊 不管你的IQ是多少啊 可能120 130到180 群众运动的IQ是不到70啊 有一次啊 我有个好朋友 他的弟弟是台北林良堂的职士 他的哥哥就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一个牧师 好几年前台北林良堂 他们为耶稣行军 在整个台北街头 在复活节的时候 他们整了好多的车队一起在台北街头 跟台北真理堂 跟真道教会 跟荣耀堂 他们几个台北城市复兴教会 他们比较大的教会一起 在台北街头在喊耶稣全胜利 哈利路亚 阿们 然后整条路唱诗歌赞美主 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嗨 向世人宣告 耶稣今天已经为我们而复活了 我那个牧师同学 他的弟弟 他是林良堂的一个指示 他也喊 哈利路亚 耶稣复活 结果所有的群众在车队上面喊 他所有群众就说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得神 得神 哈利路亚 荣耀 荣耀 哈利路亚 他一直喊 耶稣复活了没 阿们 耶稣为我们复活 阿们 耶稣今天要临在我们的台湾 拯救每一个百姓 一直喊 到时候他突然间喊一句 台湾要独立 就大家喊 阿们 后来大家讲这些不对 然后他又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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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间又喊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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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 台湾是 一个国家 阿们 后来他又 后来他们的那个教会领袖都 兄弟啊 拜托你不要乱喊 不要乱喊 他说我情不自禁 我就把我内心的都喊出来 你知道那个群众的IQ 是不到70 对吗 对 结果到底什么对吗 你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为什么那群群众啊 容易被怂恿 要把耶稣钉十字架 翻脸跟翻书一样 短短不到五天的时间 夹到欢迎耶稣 突然间翻脸了 要把耶稣钉十字架 有圣经学家解释说 犹太人其实 他们是非常期待耶稣 能够成为他们政治上的弥赛亚 能够带领他们 快一点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 带领他们长久以来 已经灭绝的以色列国家 能够让他们重建以色列国 结果耶稣竟然选择做沉默的羔羊啊 于是他们就被怂恿 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一方面他们对耶稣感到很失望 进而反目成仇啊 要将耶稣杀害 另外一方面他们甚至有个想法说 我们把耶稣逼到死亡的绝路 然后逼死耶稣 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 耶稣被逼出来了 将天上弥赛亚的大能施展出来 一举带领他们完成以色列国 复国的大业 当中还有出现一个人物是巴拉巴 巴拉巴很有可能圣经学校说 他很有可能就是罗马政权的叛乱分子 所以这些群众他们宁可 把这个叛乱分子给放出来 或许对他们重建以色列国 还有一些帮助 弟兄姐妹 不论群众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理由为何 他们都成为被蛊惑 被怂恿 而失去真正公义良心的盲目群众 他们竟然失去了理智 极力大声喊 把耶稣钉十字架 把耶稣钉十字架 而比拉多呢 也差不多 他仍然一样 他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官位 自己的利益 而同样也失去公义正直的良心 弟兄姐妹 当耶稣被所有的人控告 被所有人利用的时候 耶稣他仍然保持沉默 现场的人 甚至包括那些落跑的耶稣门徒 所有的人 其实只有耶稣一个人 仍然坚持走在公义正直的良心之路 我们若是把这个场景拉到今天 我想我们也极有可能会成为 现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或许会成为比拉多 为着自身的利益 而不断地出卖耶稣 我们或许会成为祭司长 那些宗教领袖 为着嫉妒 为着自己心存已久的怒气 而出卖耶稣 你以为牧师都很厉害啊 牧师彼此的嫉妒也是很强的 你知道吗 黄牧师也会嫉妒 我也会嫉妒他身材那么好啊 我们知道我们常常 就会不小心成为比拉多一样 我们也会成为宗教比拉多 我们为着自身的利益 而不断地争权夺利 在教会机构里面 在一般的公司行号企业当中 我们或许也会像盲目的群众一样 常常不断地被人怂恿 受人影响 而出卖了耶稣 耶稣所走的路 是正直公义的路 出卖耶稣就是 因着种种的原因 反而使我们失去 公义正直的良心 出卖耶稣就是 因着我们所犯的罪 而把耶稣一次又一次的 反复钉在十字架上 弟兄姐妹 十字架之路就是 耶稣所走的这一条 公义正直的良心之路 求主让我们 能够常常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能够常常听见 圣灵向我们呼唤的声音 好不好 让我们在不受任何环境 不受别人 甚至不受自己所影响的情况之下 耶稣什么话都没有说 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 我们好好来跟随耶稣 和他一同走上这一条 正直公义的十架之路 第三段我要带大家看 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我把这一段 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十架之路 就是与主同受苦难之路 其实我这个礼拜 就是用马可福音 第十五章 这几个段落 成为我每天灵修的经文 做很神师的默想 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十架之路就是 与主同受苦难之路 从这一段圣经的描述 让我们看到一幕幕 令人胆战心惊的画面 当罗马兵丁压解耶稣 要丁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极尽屈辱细弄 甚至我们说临持耶稣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耶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有没有看到The Passion 那个耶稣受难记 好几年前出来的 还是限制级 为什么限制级 因为太残酷了 但是这一段圣经 特别有提到一个人 叫做古利奈仁西门 他是围观群众当中的一个人 就像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一样 他被罗马兵丁 强迫叫来帮耶稣背十字架 因为耶稣的身躯 已经被淋涅到 几乎没有办法 继续再背着十字架往前走 圣经描述古利奈仁西门 是刚好从乡下进城路过而已 或许刚开始 他是无意当中被兵丁强迫叫去 帮耶稣背十字架 他的心里一定会感觉到 很无奈 但是圣经的作者 特别把他记上一笔 一定有他的目的 因为这一位鼓励那人西门 他已经为往后世世代代 所有爱耶稣 所有跟随耶稣 而且所有被耶稣所爱的人 做了他们最想要做的事 就是与主同悲十架 当耶稣死后复活 门徒被圣灵充满 福音开始大大广传出去之后 相信当时很多当时在场的人 当耶稣受难在场的人 后来都会感到心里非常非常的遗憾 因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时 他们竟然没有向前 去与耶稣一同受苦 弟兄姐妹 从启示录的结论 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当主要再来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真正被上帝赐福的人 就是那些愿意与主同受苦难 愿意为主而活 一生不断追求圣洁 一生不断走在成圣道路上的圣徒们 所以耶稣走上的这条十架之路 就是我们要一起学习 为主受苦的路 为主受苦不是说因为我的疏忽 明明我知道洗完头 头发没吹干 出去骑车一定会感冒 结果回来感冒 你说我为主受苦 你把它擦干就不会为主受苦 为主受苦绝对不是因为 为我个人的疏忽或我犯罪 所遭受到的苦难 为主受苦是因为我们追求圣洁 追求公义正直的良心 追求上帝的仁爱 所遭受到的苦难 这个才叫做为主受苦 为主受苦的意思就是 因着我们为主而活 所受到的苦难 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过一生的道路 当我们要面对生命死亡关头的时候 让我们最大的信心把握力量就是 主啊我感谢你 因为我的一生常常为主而活 常常为主而受苦 当我们越是面临到生命的困难 甚至面临到死亡威胁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因着一生走过 是为主受苦 为主而活的话 我们的生命越是有信心 有能力 所以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还要在忏悔啊 还有机会 还在呼吸啊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再次决志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向主说 主啊我愿意奉献我的生命来为你所用 我愿意天天为主而活 我愿意为主而受苦 因为你在十几家 已经先为我受了极大的虚弱 最后一点我们看二十九到三十九节 我把这个段落 起一个名字 起一个抬头叫做十几家之路 就是得救与复活之路 得救与复活之路 弟兄姐妹 为主受苦的结果就是 我们必定要经历到与耶稣一样 死而复活的得胜生命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天 下午三点钟 三十四节耶稣大声喊着说 这句话就是说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你为什么离弃我 原文的圣经 比我们河河本的圣经多一个字 多了一个你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你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要断气之前大声喊着说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在当时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这是一种跟上帝之间非常亲密的生物 因为当时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是敬畏 大过于亲密的 基督徒的夫妻 常常会称呼自己的另一半说 我的姐妹 我的弟兄 原来是我的师母在Facebook上面 他写着 他为我祷告说 我的志宏 我看到的时候 我的心顿时感到 我们两个人真的是何等紧密连结在一起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口气 他喊着说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我们看见他与天父上帝之间的关系 是何等的亲密 而无法被取代 但是接下一句呢 耶稣竟然喊着说 你为什么离弃我 弟兄姐妹 你能感受到在耶稣的内心那种 巨大的拉扯吗 跟痛苦吗 一方面是跟自己最亲密的阿爸父上帝 一方面竟然是 这位阿爸父上帝要他面对极大的痛苦 所以一方面 他在跟自己最亲密的阿爸父上帝 在紧密的连结 一方面 在面对痛苦的时候 却又感觉到好像被这位阿爸父上帝给离弃了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会充满了很多的无解 很多的困惑 甚至会充满很多的挣扎跟难过 但是当我们看耶稣死亡之后的第三天 耶稣复活了 耶稣的复活让所有的无解问题 有了一个明确的盼望答案 耶稣复活了 上个礼拜天晚上我到长庚去盼望我一个会友 因为他礼拜一就要动肾脏肿瘤的手术 我去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之后 后来手术完之后再去看他 就感谢主 切出来之后 哇 天大的好消息 原来只是脂肪瘤而已 良性的 非常的喜乐 然后他的女儿旁边告诉我 他说牧师你知道吗 礼拜天其实你来为我妈妈祷告的时候 你走之后我妈妈 一直就说我们来回家了 不要开刀了 我好害怕 不要开刀好了 就他妈妈说 你在这样讲我要叫牧师来 他才说好了好了 不要叫牧师来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 我说早知道你不早说 你早说的话 我那天我就带你回家了 我开玩笑跟他讲的 但是他知道 当他要送信手术房的时候 他突然间感觉到一股巨大的疲难 因为他的女儿当下传了简讯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在不同的地方 同心合一为他祷告 他突然间感觉到没有惧怕 完全的平安 他说这个平安是他以前 没有经历到的平安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生死难关 巨大的痛苦软弱无奈 这个姐妹 我们教会的姐妹 这个妈妈 非常的养生 每天早上五点起来 一定运动到六点半 他吃的菜都自己种的 绝对不下农药 他买的猪肉是最好的 结果还得到这个 我说你都会得到这个 那我们根本不用活了 我们在这个世上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 不晓得为什么 但是当我们看完耶稣死亡之后的第三天 耶稣复活了 耶稣的复活让很多世间无解的问题 有一个充满明确的盼望跟答案 今天我们已经活在耶稣复活的时代 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打的仗 是一种已经知道结果的征战了 这个结果就是耶稣复活了 弟兄姐妹 凡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 让我们一起 特别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忍耐当中 信靠耶稣到底 苦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让我们不至于羞愧 十架之路的最后一站 就是得救与复活之路 当耶稣复活之后 一切的问题有了解答 今天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已经得胜了 你愿意好好来信号耶稣吗 好好来为主而活吗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勇敢与耶稣一同走上这条 充满问题跟挑战的人生之路 它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到我们一起为主而活的时候 为主受苦的时候 我们人生中遇到的种种的问题跟挑战 我们知道这是十字架的路 而不是冤枉的路啊 弟兄姐妹 耶稣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 因为上帝的应许告诉我们 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求你帮助我们 当你为我们而受苦的时候 主让我们还有机会学习为你受苦 学习为你而活所受到的苦 主我们不怕因为这是一条 有耶稣陪伴的荣耀之路 有耶稣陪伴毕竟会带领我们通过死亡 而经历到全然真实的复活 主求你让我们的人生因着这样子 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有所盼望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一生为主而活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观看